大家都對歌手叮噹他的歌聲一定相當的有印象 因為他是號稱是鐵廢歌姬嘛 不過他最近是跨行來出書了 沒想到第一週還登上了旅遊類的銷售冠軍 所以今天舉行了新書的慶功宴 而現場還請到了溫蘭來站台 兩人在台上還大玩了女女親親 讓生命再轉彎 演唱新歌 叮噹用高亢嗓音征服歌迷 儘管天空飄著雨還是交不息滿場熱情 原來你在等待 等我找我回來 原來你不在 決心下半年好好衝刺 這回叮噹還推出個人第一本旅遊生活書 好閨蜜溫蘭驚喜現身 特地替慶功簽名會站台 叮噹街特別來 真的是好 加碼上演一段女女吻 讓現場粉絲嗨翻天 叮噹新書不只記錄在台北生活 9年的生活點滴 還分享私房景點不藏私 發行首周直接衝上熱銷排行榜第一名 聽說在旅遊生活類好像 又是第一名 很不錯啊 如果等一下去書店的時候 看到有人剛好看我書 我就跟他say hello一下 然後我也謝謝他 先前參加萌面歌王 叮噹以黑天而之姿引起關注 市議員也將再度征戰小巨蛋開演唱會 放話嘉賓絕對跌破打架眼鏡 似乎已經做好完全準備 我的舞台呢 會更接近看台區的觀眾 所以會跟大家更close 這一次的嘉賓非常震撼 然後震撼到大家出來 一定會驚聲尖叫 好消息不斷叮噹乘勝追擊 演唱會新書都雙雙創下好成績 也讓他人氣再度水漲船高 有一點TV成績的聆聽泰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